那进入今年以来呢 日本加强了实际控制钓鱼岛的力度 日媒甚至报道称 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制定了一份夺岛计划 针对的就是中国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占领钓鱼岛的行动 那您觉得日方拟定的所谓夺岛计划对于中国有何歧视 日本事实上已经开始 已经早就开始控制了钓鱼岛 它的控制钓鱼岛不仅仅是一种一种法理上的控制 它也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来进行控制 它早就把钓鱼岛包括我们很多的东海的一些中间线的很多位置 都化为它的防空识别区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得强硬 我们必须要动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这么一个武装力量来做好这种准备 也就是说日本它会有一些钓鱼岛的一些应对措施 尤其它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会登岛可能会夺岛 实际上我们呢也应该有类似的反制计划 我们也应该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强大的一个军事压力 军事的这么一个优势 包括我们的第二炮兵 我们的东海舰队 我们的我们的其他的一些空海军 都应该在方方面面做好一系列的准备 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解释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考虑周密就跟下围棋一样 考虑五步是战术 考虑一步是权宜之计 考虑十步以上就是战略 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定要有战略方面的考虑 而不仅仅是权宜之计 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